嗯,大家好,欢迎参加这一次的,这一次Bioci Asia 2021的中文workshop环节, 然后今天的我们的speaker是陈晶晶,她是来自WeHi的一名PhD student, 然后她今天要教我们如何用一些BioConduct的包来进行Gene Set Analysis, 那接下来就由晶晶开始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WeHi生性部门的陈晶晶。 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针对给定的基因集,如何去对单个样本进行样本分型鉴定, 以及如何挖掘背后更高级的生物主题并进行可视化。 那首先呢,我先分享我的屏幕。 大家现在应该是能看到我这个电脑界面的。 首先第一步,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登录我发在聊天频道里面这个网站, 登录Orchestra。 在这个Orchestra平台上面呢,我们已经安装,提前安装好了我们这次分析需要用到的R包, 还有环境,以确保大家不会因为配置R的环境导致出现一些或者或者那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更顺利地进行这次的Workshop。 然后在登录进去之后,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邮箱登录。 登录完了之后呢,我们在右上角的这个Search框框里面输入Gin, 然后找到我们这次Workshop的名字。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点击Launch。 然后在加载了一段时间之后,点击这个Launch Workshop, 通过输入R Studio作为用户使用名还有密码, 可以进入到我们配置的R Studio Server界面里。 当然大家还可以同时通过点击这个title, 来获取我们这次Workshop所要使用到的所有的数据, 所有使用到的要相关的数据。 这个就是那个Workshop、Orchestra界面。 大家可以点击Launch之后进入,也可以通过点击这个title, 来进入我们这次使用到的Workshop的DigHub界面。 然后通过点击这个About, 我们可以选择英文版和中文版两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了解。 那好,那首先大家,我把这个, 那好,那再进去, 在通过这个Orchestra界面进去了之后, 大家进入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界面。 大家可以找到Vignette名字的路路, 然后点开里面,里面有两份使用手册, 一份是中文版,一份是英文版。 那么在这边我们点开中文版的使用手册, 打开了之后就是这样子一个Markdown的文件。 那首先在这边呢, 大家可以先把所有的代码都预先跑一遍, 因为后续我们如果在讲解的过程中, 可能会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去跑代码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可能讲解起来会比较麻烦,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使用这个RunAllChunksBelow, 把所有的代码都跑一遍。 然后在跑的过程中呢, 我们先使用这个HTML的文件, 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首先是我们这次Workshop的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实验室为什么提出要开发这样一个分析流程呢? 因为其实准确来说, 一套标准的生性组织数据分析流程, 通常都是会产生一个分子列表。 这个分子列表有时候可能是基因, 有时候可能是转入本, 有时候有可能是蛋白或者其他表观遗传学的一些标志。 大部分情况下呢, 是基因和转入本。 而针对这件, 而针对鉴定这种基因转入本分子列表的方法, 我们经常使用到的就是差异分析手段。 一旦某一些基因被我们鉴定为差异表达的基因, 我们就会想要了解这些差异表达的基因, 背后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生物学功能的意义, 以及它们有可能参与到哪些已经发表或者还未发表的, 但是我们感兴趣的生物学通路。 同时呢, 在这次的分析过程中呢, 其实一开始我们应该是会有两个section, 一个是向大家介绍怎么样通过给定的这个, 就是在我们得到了这一系列的差异表达基因列表之后, 我们如何通过这些感兴趣的基因列表, 来对单个分子表形进行鉴定判断, 比如说哪一些细胞可以被鉴定为上体细胞, 哪些鉴定为鉴冲置细胞等等。 但是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在这边呢, 会主要介绍的是第二个section, 也就是如何来对针对基因及负极分析的结果, 我们如何对这些负极分析的结果进行一个鉴定识别和可视化。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前面也介绍一些关于EMT, 也就是上批进程式转化的一些基础的生物学信息相关知识。 由于时间关系, 我在这边不会再做多过多的赘述, 但是如果感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注视文件使用手册来了解。 那我们, 对, 这里有一点, 大家在第一次跑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这边很, 第一次使用这个的时候, 要创建一个临时文件夹, 来用于加载我们需要使用到的预处数据。 所以在这边如果大家发现进度卡住的话, 需要在这个console里面输入yes, 来确保我们能够成功创建一个临时文件夹, 方便它继续代码的运行。 那么首先在这边, 我们回到这个文件夹。 在很多RNA-seq测序数据分析中, 基因集负集分析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统计学分析手段。 它可以被用来产生一系列基因集, 并且会随之输出的还会有相关的统计量, 负集分析的统计量, 包括P值, 假阳性率。 有的时候如果你做了F检验的话, 也会有F值等等的。 在大多数的传统合作中, 像我们生物信息分析家, 生物信息分析的人, 我们在得到了这些负集结果之后, 我们会把这些结果输送给相关的生物领域的专家, 让他们进行手动的校正, 或者说是扫描。 来从这些得到的负集分析的, 有显著负集效果的基因集集合中, 找到我们感兴趣, 或者说我们觉得可能具有特殊生物学意义的相关通路, 或者说相关的基因集合。 但是通过一个标准的基因集负集分析手段, 我们有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超过100个, 甚至超过1000个基因集, 它显示的结果是显著不解了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结果都一次性的传给生物学领域专家, 然后告诉他们, 我们希望你能够从这些结果里面告诉我们哪一些是有用的通路, 它可能和哪一些生物学货生相关, 那么我觉得下一次你可能就再也联系不到这些生物学家了。 所以为了减少这种冗余性的分析, 我们在这边就提出了, 我们实验室的Damash就开发了一个名叫VCE的儿包, 这个儿包可以让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和复极分析的结果, 自动来提取相关的高阶生物主题, 并且对这些不同的基因集合的区类结果进行一个自动注释, 从而减少相关生物学领域专家的这种人工扫描, 或者说人工筛选的这种繁复的工作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主要使用Kerson在2015年发表的一个和EMT相关的研究数据, 来演示如何使用VCE, 来完成我们这一次Workshop的目标。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差异表达分析。 我们这边还没跑完, 那我们还是先继续使用这个文件来进行讲解。 那么首先, 差异表达分析, 如果对差异表达分析比较熟悉的同学, 应该会很清楚, HR和Lima是差异分析中我们经常使用到的两个包。 当然这两个包也是由我们危害的一些研究学者开发的。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我们要提取出我们感兴趣需要使用到的数据。 这个EMTSE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Kristen在15年发表的一个EMT相关的研究数据, 研究RNA-seq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呢, 总共包括了三种不同的和EMT相关的细胞系。 但是在这边呢, 因为我们只想研究PMC-42, 两个亚系之间的差异功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数据框操作, 来将所有直接属于PMC-4RET, 还有PMC-CRLA, 这两种细胞系的样本提取出来。 同时, 我们再根据Treatment, 也就是样本所经过的一个处理, 仅仅提取出那些没有经过缺氧, 还有EGF次级的对照组。 然后,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框操作之后, 就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的PMC-42细胞系相关的对照样本。 并且使用这个函数, 将它转化成一个DGE list的对象。 因为不管是EGF还是Lima, 他们默认都是要传入一个DGE list的对象, 才能用于后续的差异分析分析。 那么, 在提取完了准备好的数据之后,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构建一个对比矩阵, 来告诉EGF或者Lima, 我们需要比对的是哪两个因素。 因为在这边, 我们想了解的是跨亚系之间的差异, 产生改变的生物学功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针对一个subline, 也就是细胞系, 来做一个对比。 然后, 并且呢, 在这边我们使用了一些标准的质量控制的方法, 像Filter by Expert, 来筛选掉了一些, 筛除掉了一些低表达的基因, 同时呢, 使用了常见的TMM方法, 对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标准化处理。 然后, 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传统的第一, 差异, 基因表达差异分析。 这一块呢, 因为不属于我们这里的一个主要介绍的内容, 如果对差异表达分析感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参照EGF和Lima相关的R包的使用手册。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其中的一种差异分析手段, 最后得到一系列显著性上调或者显著性下调的差异表达基因。 在这里呢, 我们通过设置预值为0.05, 来筛选所有P值小于0.05的差异表达基因。 它返回的一个结果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包括基因名, 还有每个基因在我们所比对的两组实验样本中的差异表达倍数, 以及它们的平均表达量, 还有一些相关的检验统计量。 我们可以把这些值, 因为在这些, 因为这些值可以被我们用作后续可视化的注视。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把这些值提取出来, 复制给Origins List, 用于后续的分析研究。 那么在进行了基因的差异表达分析之后, 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使用到的就是基因及负极分析手段。 在这边呢, 我们使用的是内置于Lima包里面的分析, Fry, 这是一个样本自包含的负极分析手段。 它通过比对的是样本内部的差异表达基因, 是否是, 它的原假设是在这个给定的基因集里面, 没有差异表达基因。 那么如果它的差异表达基因频率高于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检验量, 那我们就认为这个基因, 那我们就认为这个基因集, 它是被上调负极或者下调负极的。 那么在使用这种方法, 对数据进行处理之前, 我们首先要选取一系列, 我们感兴趣或者我们认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基因集合。 那根据我们使用VCE这个阿包的一般经验来说呢, 我们发现, 和癌症相关的Hormux的基因集合, 包括和通路相关的KGG或者Gene Ontology集合的这些基因集, 它们的基因名, 还有对于这些基因集的描述, 往往能够提供给我们更直观的一些关于生物学意义的解释。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基因集合名, 还有它们的一些简短描述,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基因集合中的一些基因, 到底参与了哪些, 行使了哪些生物学功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McdbR包来获取分子标志数据, 分子标志特征数据库里面的这些相关的, 我们感兴趣的基因集合, 把它整合成一个大的基因集, 用于我们后续的基因集负极分析。 当然除了这些常用的通路集合, 还有癌症相关的基因集合以外,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 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基因集合, 比如说如果你对免疫感兴趣, 你也可以选择Mcdb中的C7, 也就是和免疫相关的基因集合。 那么在这一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边已经跑完了,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操作, 跟大家通过这个代码, 可能会更方便大家操作和理解。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就是要构建一个, 刚刚我所说到的感兴趣的大型的基因集合, 来用于后续的分析。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SubCollection这个函数, 来获取McdbHS,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前面上一个section中, 通过Mcdb包来获取的一个, 所有的人类相关的Mcdb的基因集合。 然后通过这个函数呢, 我可以指定选取其中的Hullmark基因, 还有和KGG相关的基因集, Reactone,Bioca, 包括和Ginontology相关的几个基因集合同。 我们可以把这些子集全部提取出来。 并且呢, 在这边我们还加入了谭在2014年发表的, 和表征乳线细胞上皮特质的一个EpicSig, 也就是表示它上皮特质的一个基因集集合, 以及表示渐充制细胞一个特性的基因集集合。 我们把这两个集合和我们在Mcdb中选取的感兴趣的基因集合, 全部提取出来, 并且使用GinSetCollection, 把它变成了一个GinSetCollection对象。 因为我们的VCR包主要处理的是, 主要处理的对象就是一个GinSet, GinSet的对象可以帮助我们整理这个基因集合中的所有有关的基因名, 还有这个基因集集合的集合名, 包括这个基因集合的一些简短描述。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用于我们进行文本挖掘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么在这边呢, 通过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因集合, 它总共包含了12352个不同的基因集合。 其中一共有超过19000个单独的基因。 这些基因呢, 就是被我们用于后续的研究。 在这边呢, 我们使用的基因ID名是GinSymbol, 因为相对于EntriesID或者EnsembleID来说, GinSymbol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基因具体的功能, 像TP55, TP53这些, 大家可能对这种基因名会更加熟悉。 在构建完了我们用于基因复极分析的基因集合后, 我们首先就是要生成一个所以, 因为LimaFry它使用到的函数, 需要我们根据我们给定的这个基因集集合, 来匹配到我们需要研究的这个RNA数据的行名, 也就是基因名上。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使用这个IDs2Indexes来自动的为我们的基因集集合, 创建它在我们感兴趣的数据中的一个索引值。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还要首先对这个索引值进行一个筛选, 因为如果这某一个基因集集合, 它已经含有的基因数量太少, 那我认为它可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有效的, 或者说足够的信息让我们分析, 这个基因集到底参与了哪些生物学功能, 或者说它参与的这些生物学功能是不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呢, 如果这个基因集合中的基因太多, 那我们也会担心, 它如果已经包含了各种各样, 参与了各种复杂生物学活动的基因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给我们最后的结果造成一个confounding, 也就是混淆效应。 我们最后就很很难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方向告诉我们, 这个基因集到底形成的是哪一些方向的相关生物学功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需要设计一些预值。 在这边呢, 我们选取的是基因集在100到500之间的基因集, 把它用于后续的基因集复集分析。 那么在筛选完了之后, 我们通过Fry函数可以得到最后的一个复集结果。 在这边呢, 我们通过, 又是通过一个数据框的处理结果, 我们可以筛选出所有FDR, 也就是假阳性发现率低于0.05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认定为它在统计学意义上被显著复集的基因集。 那么在经过了这一轮筛选之后, 我们得到的结果, 我们可以查看我们得到的结果。 总共是, 我们可以先看这个Fry,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一共1667个基因集, 被筛选, 被鉴定为是显著性复集的基因集合。 最后我们筛选出来的Fry函数, 最后返回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只是一个, 它是一个以基因集集合名为航名的, 然后包含了一些包括每个基因集中到底有多少个基因, 还有它们的一个复集方向是上条还是下条, 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基本的统计量。 当然这些统计量也可以用于我们后续可视化的一些注视。 那么在经过了这一部基因集复集分析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用VCE来对我们复集结果进行一个可视化。 在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 就是对于我讲解这些内容, 如果有什么理解或者大家在跑调试代码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聊天频道里面把问题打出来, 之后我们会有两个暂停的环节, 可以方便大家提问。 那我接下来继续。 那么在上面的两部过程中, 我们首先分别使用差异表达分析, 得到了我们感兴趣的两个亚系之间的差异表达基因。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构造一个感兴性的基因集合, 对这个基因集集合中的所有基因集, 进行了一个基因集差异负析分析, 发现了1600多个在这两个亚系之间, 差异负析, 差异上条或者差异下条的基因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使用VCE, 包括对它这些结果进行可视化。 在使用VCE的过程中呢, 我们主要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需要计算我们上一步得到的这些差异, 这些具有显著性负析现象的基因集, 它们之间的重叠系数, 以及这些基因集之间的一个重叠网络。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基因集和基因集之间的这些重叠网络, 来识别, 来进行一个聚类, 聚类完了之后, 来再对这些聚类的结果, 使用一个文本挖掘分析, 进行一个自动的注视, 帮助我们了解, 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基因集类群,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community, 它倒也会参与到一些哪一些生物学相关的功能和生物学相关的通路。 当然同时最后还有一步可选的, 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在差异表达分析得到的结果, 用这些结果来对我们最后的基因集类群网络进行一个注视, 帮助大家了解这些, 帮助大家了解一些更深入的生物学意义。 那么为了实现上面我们谈到的这四步呢, 我们首先需要准备三种不同的数据,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和第一步非常类似, 我们要创建一个Ginset Collection对象, 但是这里的Ginset Collection对象呢, 不再是我们最开始创建的那一万多个基因集合, 而只是我们通过基因负极分析得到的, 有显著负极效果的那1600多个基因集的Collection对象。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命名项量, 这个命名项量呢包括了我们可以用于可视化的基因集统计信息,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负极分析结果里面的FDR, 也就是假阳性发现率来表征它的这样一个基因集统计量。 第三个呢还是一个命名项量, 但这个命名项量呢是根于是基于我们在第一步的差异表达分析中, 使用到的这两个亚系之间的基因表达差异倍数, 也就是lock for change来帮助我们后续的可视化。 那么首先第一步类似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数据框, 或者说是这个框框来提取出所有的, 我们在前面的复极分析结果中得到的1600多个, 我们通过这个rollnames可以看到, 它其实告诉我们给我们提取出来的就是我们所有得到这1600多个基因集的集名,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GIN6对象, 就是我们刚刚最开始构建的那一万多个基因集集合,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命名项量,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这个基因集集合的名字, 来对它进行一个子集化, 提取出最后提取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这个6GS的对象, 它里面就是包含了我们在第一步, 就是我们在复极分析得到的结果这1600多个, 就有显出复极效果的基因集。 那么在提取出了这个基因集集和子集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我们的命名项量构建好, 那么第一个当然一样类似的, 我们将基因复极分析结果中的FDR, 也就是差异,也就是假阳心率, 通过对数化之后复制给GSStats, 并且给它加上了一个正负号, 用来表征它的基因的一个复极上调水平和下调的水平, 表明它的一个复极方向。 同时因为我们后续要使用这个表达样去进行可视化的注释, 所以在这边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这个GSStats对象, 它的名称是能够和我们最后复极, 是能够和我们最后的那个网络结果一一匹配到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直接使用这些基因集名去给它进行一个命名。 那么类似的, 关于LogFoodChange的命名的构造也是类似的, 我们把之前差异分析表达得到的所有基因的差异表达倍数, 复制给GeneStats对象, 并且同样的类似的把基因名, 使用基因名对这个变量进行命名。 那么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 根据这个GeneStats对象呢, 包含的就是一个以基因集集合名为名字, 然后表现的是它的一个FDR的对数化的结果。 正值呢, 表示的是它是一个上调的基因集, 复制表示它是下调的方向。 而GeneStats对象呢, 则是一个以基因为命名的基因, 表达倍数差异的这种一个结果。 那下一步呢, 在我们把所有的数据都准备好了之后,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计算, 重叠网络。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我们在前面, 得到的这1600多个, 具有显著复集效果的金集集合。 在这边呢, 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相似性指标, 可以供大家选择。 一种呢, 就是常用的Jackard指数, 还有一种呢, 是重叠系数。 重叠系数它更多的是强调基因集之间的一个亲子关系, 也就是负集和子集的关系。 因此呢, 它对于单个分层结构数据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我们这个使用到的这个数据集集合, 是一个整合了多个分层结构数据库的一个集合。 因此在这边呢,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Jackard指数, 来计算不同基因集之间的相似性。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要加载的就是VCE还有IGRAPH这两个耳包。 其中VCE呢, 就是我们这次使用到的可视化的, 还有自动注视的耳包。 而IGRAPH呢, 是一个常见的, 可以根据图形进行图具类的一个耳包。 当然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其他的具类方式。 那么首先在这边, 我们可以使用ComputeMSIC Overlap函数, 来对我们的这1600多个基因集集合, 进行一个重叠系数的计算。 在这边呢, 我们指定使用的是Jackard方法。 在计算完了重叠指数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可以使用ComputeMSIC Network函数, 来将我们的重叠结果进行一个可视化。 那么可视化的结果呢, 可以通过这个Cloud函数进行展示。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展示的结果呢, 就像这个图像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有一些集群, 是会被显著的聚类在一起的。 现在这幅图呢, 我们所得到的结果, 它的一个注视结果是根据每一个基因集, 它属于的, 它在MSIC DB中属于的类别来鉴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绝大多数都是黄色和灰色, 这是因为我们在之前构造, 我们的基因集数据集合的时候, 我们主要选取的就是来自, 癌症相关的Hawmax基因集, 以及和通路相关的C2基因集。 所以根据这个注视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即使我们得到了感兴趣的聚类结果, 但是我们也很难从这个聚类结果中了解到, 每一个聚类它背后的生物学意义。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 到底是不是我感兴趣的方向,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和什么相关。 因此为了进一步改进这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之前所得到的命名项链, 来用不同的统计量为它进行一个注视。 那么首先呢, 同样的我们设置一个随机数, 因为所有的这些Network, 它其实都是一个随机产生的图形结构。 虽然它的统计结果是一致的, 但是它的呈现方式是随机的, 所以为了保证我们使用不同的统计量, 对它进行注视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观的比较两个图之间的差异。 我们在这边在每一次做图之前, 我们都给它设置一个随机数, 确保我们每一次产生的结果是一致的。 那么回到这里, 当我们使用GinsetStats,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FDR的对数, 进行注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这一次获得到的信息要比上一次要多。 比如说像这个Cluster,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绝大多数基因集是绿色,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基因集在这个Cluster中 是一个相对上调的基因集, 而左下角的这个呢, 则相对是, 则在两个亚系之间它是相对下调的基因集。 但是我们这个仅仅通过肉眼来判断这两个Cluster, 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 因为比如说当我们Focus到这个Cluster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清楚, 它到底是属于两个Cluster, 还是属于一整个Cluster。 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明确, 我们这个Network里面到底能够给出我们多少个集群, 或者说能够建立出多少个分类。 下一步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我们刚刚提到的iGraph中的图算法, 来对这个网络结果, 以及包括我们前一部计算得到的基因集之间的重叠相似性, 进行一个巨类。 在这边呢, 我们使用到的是图巨类中的Worktrap。 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使用一些常见, 其他常见的巨类手段。 只不过呢, 在这边因为我们想要使用到我们在上一步结果中产生的这个图像信息。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使用一个图巨类的手段, 来对这个最后的结果进行一个巨类。 那么在使用图巨类, 进行巨类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Group参数来提取出最后的巨类的一个情况。 在这边呢, 我们同时还是针对图巨类进行了一个筛选, 过滤掉了所有基因集数量小于等于5的集群, 也就是类群。 因为我们认为当一个类群中它所复集的基因集集合小于5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可能并不能够提供给我们充足的信息, 或者说其实它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也很难有, 我们也很难认为它是具有一个很高知性度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设置, 根据自己的需求设定预值, 来剔除掉一些我们觉得可能不具有参考性的基因类群。 那么最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得到, 一共可以根据上面得到的结果, 我们一共可以得到最终有43个类群被建立出来。 那现在到进行到这一步, 大家有哪一步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举手, 或者说在聊天频道里面提出来, 就是接着到这一步, 在确定集群之后。 下一步的话, 我们就是针对确定集群的一个具体的可视化结果。 那么在上面的数据处理过程中, 大家有哪些问题。 嗯, 我们在这边可以给大家, 大概每一个环节有个五分钟的提问环节。 如果, 或者如果大家觉得就是前面这边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 或者到最后再一起整体的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嗯, 嗯, 那没人提问的话呢, 我们就先继续把整个流程讲完。 好, 那上一步我们已经通过图具类的方法, 成功的把我们前面计算得到的这个网络结果, 以及我们计算得到重叠指数, 进行了一个区类, 并且得到了43类。 但是我们很难一次性的针对这所有的43类, 进行一个可视化。 因为很显然, 如果你有43个类群, 你需要可视化的话, 那至少你会出现43个图像窗口。 那对你来说, 你其实很难去看清楚每个窗口里面, 到底绘制了一些怎么样的具体的内容。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从这43个集群中, 选择我们认为显著性更强, 或者说我们认为优先级更高的集群, 进行单独分析。 那么在这边就涉及到一个优先级的排序问题。 首先很显然, 最主要考虑到的一个优先级顺序, 就是类群里面的基因集大小。 因为如果这个类群里面它所蕴含的基因集越多, 那显然我能够得到的基因相关的信息, 包括基因的通路, 还有包括相关基因通路的注视信息就会更多。 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到更多它背后可能参与的生物通路, 包括生物学, 行使的生物学功能。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到, 如果仅仅只考虑每一个类群中的基因集大小的话, 我们可能会, 最后筛选的过程可能有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些, 那就是也就是说有一些大型的基因集群, 它可能只是在数据库中就有比较好的表征性, 一个代表性, 比如说像免疫学的相关的过程, 相关的通路和还有基因集, 因为免疫学一直是研究生物研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而且因为一些历史性的问题, 和免疫学相关的研究也是非常多的, 这就导致了像在KEGG, Geneautology里面, 免疫学相关的基因功能的注释, 总是要多于其他方向的通路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在我们的基因集的connection里面, 本身就占有了一定的数量优势, 那么不管我们最后怎么去对它进行一个集群的筛选, 我们会发现在每个集群中, 它可能都是偏向于这些免疫相关的通路, 或者生物学功能, 那么为了防止我们之后根据基因集大小筛选出来的, 全部都是这些被well study的对象,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引入了另外一个可以用于进行优先级排序的变量因子, 也就是基因集的统计量, 在这边我们还是类似的使用我们的FDR, 也就是假阳性发现率, 来作为我们一个优先级的排序对象, 在这边我们使用到的一个手段是对于基因集大小, 还有基因集的统计量, 也就是我们刚刚的FDR, 是进行了一个同等的加权性, 在这边我们通过对这两个因子进行排序, 并且把他们的排序也就是他们的制排名进行一个成绩, 将这个成绩重新排名来作为他们最后的优先级排序, 当然这个排序过程其实也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调节,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或者对统计学有更好的知识背景, 可以提出一些更好的排序手段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自己调节, 那么在这边我们主要使用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基因集大小, 还有基因集统计量的这样一个制的成绩来作为我们的优先级, 并且通过order函数把这43个类群重新的根据我们的新的优先级指数来进行一个reorder, 那么最后类似的,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使用我们之前用到的这些可视化的函数,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边通过设置mark groups参数, 来指定我们只需要可视化前12个对象, 并且在这边同样的我们还是使用FDR作为我们一个注视手段, 来表征这些集群的一些, 来表征这些集群的一个复级显出性, 那么最后得到的结果就像这张网络图里面所示, 每一个线框出来的就是它的一个类群, 在最下方则是这些针对每一个类群的一个注视信息, 那我们可以看到, 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两个集群, 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果然这个集群和它旁边的这两个基因集, 它是被据为了一类而不是两类, 所以在通过这些据的方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更直观的得到哪一些基因集和哪些基因集, 它确切是能够被据为一类的, 有了这种具体的据类信息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后续的高阶生物主题的鉴定, 也就是在鉴定完了我们这些集群之后, 我们进一步的要了解的就是每一个集群, 它背后的生物学含义到底是什么, 包括像这个集群, 它如果是在PMC42LA中高标的上条附级的基因集的话, 那么它到底参与了哪一些生物学功能, 那么为了对这些进行自动化的注视, 我们首先需要提取的就是每一个基因集它所描述的一些信息, 在这边呢, 这就要回到我们为什么要选择MSICDB这个数据集, 这个数据库对象, 因为MSICDB来自MSICDB的基因集, 它往往都会带有合适的一个命名手段, 也就是我们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基因集的集名, 以及这些基因集的一些简短描述, 也就是short description, 我们就可以大致的了解到这个基因集中的基因, 到底参与了哪一些生物活动。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通过这样的代码我们可以发现, 当你根据基因集集名来显示前三个基因集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其中第一个基因集, 它其实就参与的是一个三缩酸代谢循环相关的同路, 第二个基因集呢, 虽然我们光光从它的基因集名, 可能只能够大致的推断出, 它是一个和形态发生有关的通路, 但是在我们把它的short description, 也就是它的简短描述, 输出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和胎盘的形态发生, 以及形态改变相关的经济。 而第三个呢, 它则是和一些分子合成相关的一些通路, 所以通过这个显示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通过基因集名, 或者说是基因的简短描述, 就可以大致的了解基因集形式的功能。 这就提示了我们, 可以通过对这两个信息, 可以通过它, 对它们进行一个文本挖掘, 来对每一个集群参与到的生物学活动, 进行一个自动注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使用到的就是plotmsig wordcloud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可以自动的使用逆文档频率, 来对这些词评进行一个加权, 并且把加权后的词评, 根据它们的频率排序, 来进行一个可视化。 那么首先, 我们在这边, 可以通过type, 来指定我们到底是使用基因集名, 还是使用简短描述, 来进行文整化学。 那么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幅图, 也就是如果我们使用基因集名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针对前12个集合, 前12个类群, 其中cluster2, 也就是类群2, 它更多的参与到的是一些, 像核酸飘零代谢相关的一些途径。 而cluster15, 我们发现它可能是和一些检, 检查点, 免疫检查点, 或者说细胞循环检查点相关的风力。 而cluster90呢, 它更多的可能是参与到一些细胞缴化, 上皮分化等等。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使用简短描述, 来形成这个词云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相比于使用基因集名,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词汇信息, 这是因为short description相对于基因集名, 它提供了更多的词汇, 帮助我们能够更深, 更进一步的了解到每一个集群行驶的相关的生物学意义。 那我们可以发现, 类似的, cluster2, 相比于使用集名, 我们不仅了解了它可能和漂粒糖代谢有关, 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它具体的一些相关的反应, 和具体的一些磷酸化的途径。 而cluster90呢, 也表现出了更多更细微的一些细节, 包括像上皮相关的, 包括一些和上皮相关的基因, 一些和皮肤和角化和表层相关的一些词汇信息。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词语, 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了解到每一个cluster, 它到底具体涉及到的是什么通路, 以及它具体的调节对象。 那么接下来呢, 为了更方便我们去直观的比较每一个cluster,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cluster, 它表示的是一个上调的基因集。 而且呢, 我们通过比对可以知道, 它可能是涉及到的是一个和上皮相关的。 但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要这样子上下翻阅的话, 其实有利于我们去做一个比对。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加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加载一个patchwork而包, 来对这些gplot对象进行一个重新的排版。 同时, 那么同时呢, 啊, 不好, 这边跳过了一个步骤, 不好意思。 那么首先, 在除了雌云, 除了通过雌云来对这个对象进行一个可视化以外,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了解每一个cluster里面, 包括像cluster90, 如果它是一个和细胞缴化相关的生物类群, 荆棘类群的话, 哪一些基因可能是起到一个关键性的驱动因素的呢? 也就是说哪些基因可能在这个缴化过程中, 起到了主要的驱动性。 为了了解, 为了自动的解决这一些方面的分析, 我们在这边呢, 提供了另外一个函数, 那就是plot gene stats。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通过指定我们使用到基因水平统计量,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另一个命名变量, lock for change, 来对这些基因进行一个标注。 那么除了使用差异倍数以外, 我们也要注意到, 因为我们这边使用的是一个基因集集合负极分析。 所以每一个基因在这个类群中到底出现了多少次, 它的一个出现频率, 也有可能会表征它在这个生物活动过程中, 起到一个比较主导或者说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要同时考虑的这两个因素, 也就是每个基因的差异表达, 以及每一个基因在这个集合中的一个出现频次, 进行了一个可视化的结果。 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像支付图里面, 横坐标呢, 表示的就是每一个基因在这个集合中的一个频次, 而重坐标呢, 表示的就是它们的那个差异表达倍数结果。 那同样的, 我们如果我们关注到class 90这个对象的话, 我们会发现, 起到了决定性关键因素的基因, 都是有很多是KRT开头的, 如果对EMT比较熟悉的同学, 可能就发现了这些基因, 其实就是和一个细胞缴化高度相关的基因。 这个是可以和我们已经发表的一些论文研究结果相联系起来的, 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这种挖掘手段, 或者说我们的这一种标注方式, 是可以和已有的科学结果相验证的。 那么下一步呢, 为了更直观的, 同时另一步呢, 除了这些基因集, 也就是基因水平相关的一些作用以外, 我们有时候也会考虑到, 每一个类群中它是否存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基因互作。 因为如果某一些蛋白参与到了这些相关的基因功能, 基因相互作用中的话, 那么它很有可能也会参与到我们感兴趣的那些生物学相关活动中。 那么为了评估这一点呢, 在这边我们也插入了这个蛋白质互作的一个可视化结果。 首先我们为了完成这一步分析呢, 我们需要从IMAX数据库中加载一个完整的人类PPI网络, 用于我们的后续分析。 在这边呢, 通过使用这个GetIMAXVolution函数, 我们可以了解到最新的IMAX版本, 以及它的一个数据结构。 它的数据结构呢, 其实提供给我们的就是每两对蛋白, 它们的对应的蛋白名称, 以及它们的一个作用方式, 还有一些显著性的统计量等等。 那么通过使用这个PlugM6PPI函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一个类群中,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来看, 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一个类群中, 可能因为这个Margin的问题, 可能它有一些蛋白没有标注出来。 大家到时候如果是碰到了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在R语年设置它的这个图像的长宽高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大致的讲一下就是通过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一个类群里面, 它有哪一些蛋白是存在相互作用的。 而且它们存在相互作用的蛋白的名称, 也可以通过指定Labels把它显示在这个图像上, 方便大家去进行更进一步的蛋白水平的一个研究。 那么到这为止呢, 我们已经生成了四种不同的可视化结果。 为了我们方便比较不同类群之间, 它们的基因水平的统计量, 蛋白水平的统计量, 包括它们雌云皆是的生物主题功能。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使用Patchwork, 来对这四幅图进行一个简单的排版。 那么经过排版之后的结果就像这张图, 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的通过在一张图上进行比对, 得到一个综合视图, 来大致的了解每一个集群它所对应的生物学功能, 包括起到驱动性关键基因, 以及每一个集群中它们可能存在的一些蛋白质相互作用有哪些。 通过整合这样一个综合视图, 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 也更简单的了解到我们感兴趣的基因集群有哪些。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因为我们使用到的这个数据是一个和EMT研究相关的数据, 而和EMT相关研究数据呢, 我们发现在刚刚的Cluster90中, 表现出了一些很显著性的和上皮, 包括和角化蛋白相关的一些生物学主题。 所以在这边呢, 当我们从这个整体视图中选定了我们感兴趣的基因集类群之后, 我们还可以针对单独的基因集类群, 给它进行一个单独的可视化。 在这边, 同样的我们为了保证做图的一致性, 我们设置一个随机数种子。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类似的列表提取方式, 把Cluster90单独提取出来。 使用, 在这边呢, 使用到的这些可视化的函数呢, 和我们之前介绍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区别在于我们在这边使用groups函数, 给它指定我们只显示其中的Cluster90的结果。 那么最后返回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只针对了Cluster90进行一个可视化, 所以我们的可视化的结果会显得更为清楚。 我们也可以得到相对于之前来说更多的驱动基因的label。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就,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EMT方面的研究的专家, 所以呢, 我在这边也不好给大家大致的介绍这个图大概讲解的是什么内容。 但是通过这个图像, 我们还是能够大致的发现, 这个基因集, 它在整体的Network, 也就是整体的网络中, 它的一个紧凑性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它相对于比如说像这个松散的集合来说, 它的紧密度比较高, 这很可能表明和这个类群相关的这些基因集, 它共享了很大部分的共同基因, 而且共同基因呢, 很有可能就会参与到一些协同或者协调的生物学功能。 而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基因集群的一些高阶的生物学主题的方向, 包括他们参与的一些通路或者生物学功能, 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驱动基因的结果, 可视化结果,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基因都是和EMT相关的KRT基因在语言占有绝大多数, 而且他们KRT基因, 有的KRT基因我们发现它是上调的, 而有的KRT基因它们是下调的。 如果对EMT有研究的同学可能能发现, 他们的上调和下调分别代表的就是一些和上皮特征, 以及表示线充性特征的这些基因Marker。 那么通过这个Cluster90这个验证, 我们可以发现使用我们的这个Workshop,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或者说非常给大家进行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筛选, 帮助大家过滤掉很多很冗杂的结果, 包括像我们第一步通过基因集负集分析结果, 我们得到1600多个基因集, 显著负集的基因集, 但其实1600多个基因集里面根据我们的这类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它是具有一个非常高的相似性的, 也就是说这1600多个结果里面有很多其实是重复的生物学功能,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去筛选的话, 我们可能会措施要很多, 我们感兴趣或者说一些uncover的发现, 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段, 我们不仅可以节约掉很多这种人工的筛选, 人力啊脑力啊这些工作, 同时我们还有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 之前没有被验证或者说没有被报告过的现象, 比如说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很多和缴化相关的基因,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之前可能和EMT, 或者说和上皮化建冲置化完全无关的基因, 但它们在这边会显示为是驱动的关键基因, 那么这些基因就可能可以给我们未来的研究, 揭示一个新的方向去探索一些之前没有被研究过, 或者大家并大家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想过, 可能参与到这个途径中的一些生物学代谢啊, 或者说生物学通路, 这也是我们提出这个workshop的一个研究的主要目的, 那么这次workshop的大致流程就基本上结束了, 如果大家对刚刚讲解的一些内容有疑惑的话, 可以在最后还有大概九分钟的一个提问环节, 大家可以在频道里面显示出来, 或者大家如果在运行代码的过程中有一些不了解, 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有报错, 大家也可以打在聊天频道上, 我们最后可以做一个同意的解答。 如果大家觉得打算麻烦的话, 我其实提醒一下会发生的解答问题, 大家可以在气息方面, 可以到达到一些问题就可以了解答。 可以在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做到其他问题, 如果大家觉得打算麻烦的话, 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就因为出现假的稳定, 要知道因此马上有关于小牠 graphics, 只要义成一个联系方案, 如果大家觉得打算麻烦的话的话, 也可以在频道里面举手 或者说示意 我们主持人也可以尝试解除静音 这样的话 也可以通过语音直接提问 大家如果觉得什么方便的话 都可以在聊天频道里面表达 然后因为今天时间的问题 我们只主要解答了 就是如何使用VCE 对我们的一个复集结果进行可视化 如果有的同学可能是对分子表情的鉴定 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参照我们这个文档里面的 单样本分子表情鉴定 这些相关的教程进行分析 如果大家对这一部分的代码 或者说使用的函数 包括一些使用的数据处理 有疑问的话 也可以回到我们实验室的GitHub网站上 通过issue提问 我们实验室相关码包的负责人 也会在正常情况下 会在一个工作周给大家及时的回馈 谢谢大家 嗯 这个学音应该会可以回接到 嗯我来讲一下吧 嗯谢谢今天带来的非常棒的workshop 然后我们今天的session都是有录像的 待会结束之后我会点那个stop recording 然后啊录像应该能够直接在zoom上就能就能找到 然后大家也不要忘了明天的开始时间跟今天一样是啊 是北京时间的现在我们这是应该是下午四点啊 啊等等等我算啊下午三点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就是 应该是三年 对时差三个小时 对还是可以准时来 然后嗯我们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都是跟今天一样 就是先是前面的session先是各种就是talk 然后最后的一小时是是workshop环节 然后我们workshop都会有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 然后大家可以选自己感兴趣的参加 嗯然后我们的session都是会有录像的 包括我们上嗯我们前面的talk什么都是有录像的 然后嗯我们这次会议我们除了在直接用到zoom之外 我们还会用到slack然后那些talk什么的都提问还有还有如果超时的话 解答都是会在slack里面讨论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加一下 如果你们还没加的话 然后然后他嗯那个我们加入slack的链接是在那天发给大家的邮件里面也是有的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别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你们也可以举手或者或者直接在聊天里面 我才发现我这边日落西山没有光了 那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可以就这样 提前结束 然后我们这边澳大利亚这边也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嗯是时候吃饭了 嗯希望大家今天在在在我们的conference上 有有一定的收获 然后希望大家也有也嗯也能开心的参与我们的会议吧 那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就结束吧 明天见 吃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